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点 焦点暖打 我是港人港地的执行总编辑 许绍基 昨天和大家说到BNO护照的问题 今天继续和大家讨论一下 英国这个日耳落帝国 开始今天的评论之前 想破格一点 直接回应各位观众的留言和疑问 未来我都会继续用这个模式 不定时回应各位的意见 在昨天的节目之中 有观众留言表示 香港政府应该向各航空公司 表明不承认BNO作为证件 所有非香港航班不能用BNO购买机票 也有留言认为 为什么还有BNO人士出入境 香港不承认都有一段时间 在这里让我越阻代调 尝试为大家解答以上的疑惑 首先关于第一条问题 即是特区政府应要求不能用BNO购买来港机票 其实特区政府的确早于去年已宣布不承认BNO的地位 亦即是不承认以BNO作为身份证明文件 亦都不承认BNO是旅游证件 换而言之 香港居民是不能用BNO入境香港的 根据现时的规定 香港居民若是乘搭飞机来港 在登机之前 航空公司是必须要求香港居民出示特区护照 又或者是香港身份证 不过由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仍然是接受和承认BNO 特区政府是不能够限制香港居民 以BNO去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至于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仍然有人用BNO出境呢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 今时今日根本是无所谓用BNO出境的情况 香港居民出境或者入境 一般来说用的是身份证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 可以用有效的旅行证件 但就不包括BNO 另外值得一提 除非有特殊理由 例如是法庭命令等等 否则根据香港基本法 特区政府是不能够限制香港居民离境的 香港居民在理论上 可以用任何的方式离开香港 而不会被视为触犯入境条例 当然如果不是经正常出入境管制站入境或离境 则可能会触犯其他法例 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希望以上内容可以帮大家理解 今天BNO在香港的使用情况 直白一点就是无身份 无地位 说了这么多关于BNO的内容 我们转一转话题 讨论一下英国的情况 据英国《独立报》报导 因为食品成本的上升 竟然逼使了部分英国人购买宠物食品 并且使用烛光加热食用 有关报导引述在英国卡迪夫经营食品店 从事社区工作20年的尸体德表示 我仍然对有人吃宠物食品 有人试图用蜡烛或暖气片加热食物的事实感到震惊 他又说我们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了这件事 人们一直在哭着告诉我们这件事 而他不应是这样的 就连英国政府喉舌媒体BBC都有类似报导 该媒体同样访问了斯蒂德 他在访问中更加声称 物价一直在上涨 很多人是没有足够的金钱去支付必需品 所以是不得不省钱 在英国保守党政府领导下 英国国民生活真是很惨 据央视新闻的报导 目前英国多间大型连锁超市鸡蛋短缺 价格上涨 英国媒体12月6日则报导 英国全国农民联盟警告 由于能源和化肥的成本飙升 英国食品供应安全正面临威胁 果疏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 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 事实上英国工业联合会在当地时间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显示 英国经济将会在2023年出现0.4%萎缩 英国工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指出 英国已出现生产力和商业投资长期疲远的势头 这个情况或将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 该组织负责人警告 如果英国政府不能及时出台应对措施 英国或将迎来失去的10年 英国政局和经济一团租 手上新卫城有没有思考过问题所在呢? 我不知道 不过同样来自欧洲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似乎就有另一番体会了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导 米歇尔当地时间12月3日 接受意大利《晚邮报》访问时表示 俄乌两国的冲突对美国的影响 和对欧洲的影响不一样 米歇尔直言 事情对美国来说要容易得多 美国是能源出口大国 可以由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飙升之中获益 而欧盟则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同时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风险 欧盟承受的苦果 身处欧洲的英国何尝不是一同承受呢 而英国脱欧之后 情况明显比欧盟更加差 不过更麻烦的是 美国似乎还嫌欧洲相得不够深不够重 今年8月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总价值 75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 为清洁能源企业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减免 欧盟方面一直都担心这个计划 值得吗 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点 和大家焦点短打 我们明晚见,拜拜